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流出宝雪 赎我罪迁 救我灵魂 初思入世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唯独耶稣 是我成神 一切无悔 宝雪悉情 江夏胜利 充满我心 使我的心 日日更新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与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唯独耶稣 再灵之往 借我生天 永福希望 神父天使 幸福希望 神父天使 父祝再来 舍利乐国 永远头却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一往 使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指望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传扬 救我一往 使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指望 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我们很高兴 再次我们来到 诚心时光 一起来读神的话 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 祢是我们的神 每一天每一天 祢都供应我们 每一天的需要 主啊我们感谢 从亘古到永远 祢是神 祢从来没有改变 祢爱我们也永远没有改变 今天我们要在祢的爱里 开始一天的生活 我们也要读祢的话 让祢的话祝福我们 让我们享受在祢的话的里面 谢谢我们的主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谢谢主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经文在 使徒行传十三章 十六到五十二节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 一开始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 所以前面一到八章 整个耶路撒冷教会蓬勃的发展 从五旬节之后 教会快速的成长 那么基督的信仰 遍满在整个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知道 主对门徒伯的吩咐 是要从耶路撒冷 然后犹太全力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但是初期我们可以了解 犹太人的背景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使徒 十一个使徒 后来加上玛提亚 十二个吧 都是犹太人的背景 在他们的深深的背景里面 就是福音 耶和华神是专属犹太人的 所以呢 外邦人可不可以来 可以 所以你就要归 就是要这个路级 就是归 改变的归一归属 在变成犹太人 你才能够接受 成为 被接受成为犹太人的意愿 或者成为上帝的选民 等等这些 所以十度行当一到八章 我们发现 整个的福音 蓬勃发展 但都指 还是现在耶路撒冷或犹太人的 这个族群的里面 但这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上帝 透过很多的方法 你知道有时候人 有一个惯性 或人有一个背景 使得我们就有一个限制 那么上帝就要打破这个限制 那有时候上帝用了 非常一种手段来打破 就是逼迫 逼迫 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雅各被殉道砍头 然后呢 这个彼得也被关在监狱里面 然后呢 当然司提凡也殉道 也殉道 所以呢 他们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受到逼迫 所以他们就被迫分散 就要离开分散 当他们基督徒分散的时候 结果上帝的福音就从此就被传到 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当然从十二章开始以后 记载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点 就是安提阿 安提阿 那么我们在十二章 十一章 十一章那里就讲到 他们来到了安提阿 安提阿呢 就成了 从此以后 十一章安提阿出现以后 就成了教会的一个新的中心 过去教会的中心点 在耶路撒冷 从此以后 教会的中心转移到安提阿 而今天呢 为什么安提阿成为十出行转 十三章 十一 十二 十三以后 整个的中心呢 很简单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今天在 在这个十三章里面 安提阿发生了一件大事 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呢 在十三章的前面 就是第三节 他们第二节 他们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奔派 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造他们的工作 十三节 于是禁食祷告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把他们出去了 打把他们出去 所以在这里看到 安提阿发生了一件重大的 一个大的改变 就是他们一起在这里 祷告的时候 上圣灵洗事 告诉他们要打发 巴拿巴和扫罗出去 从此以后的记录 几乎都是记录 保罗开始了他的三次的旅行步道 也是最重要的整个的宣教的扩张 或是整个圣灵 把整个基督的信仰扩张 这个各样的宣教 带到世界 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所记载的 那么所以十三章开始呢 他们就开始了保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 非常的重要 整个的宣教运动 就整个福音的拓展就从这边开始 然后呢 当然他们第一个他们就是从安提亚 然后到了地中海就到居比路 居比路 那居比路呢 在那里 前面有记载 有一个术士的抵挡 福音传到那里 就是闯进 这个撒旦的国度 当然撒旦一定会抵挡的 所以有一个术士就是也抵挡 当然保罗借着圣大能 他们胜过了这个术士 那福音继续往前 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呢 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 比西底的安提亚 然后呢 接着下来保罗就按照他们的习惯 先进到犹太的会堂 犹太会堂 犹太会堂 然后十五节 十三十五节就读圣经 读完了谢绿宝和先知书 读完了谢绿宝和先知书以后 然后保罗就开始的 一篇很长的信息 从今天的经文十六节 一直到整篇的差不多结束 都讲述保罗这篇的信息 保罗呢 从引述这篇的信息是非常 精彩丰富的一篇信息 可以看到保罗对整个旧约圣经 新约耶稣旧恩的一种融合的 信息的融合的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上帝就使用保罗 那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 从旧约一直到耶稣 到耶稣受难复活 那么他先是从摩西出埃及上帝的拯救开始 那当中当然讲到士师 然后讲到大卫 从大卫那么也讲到说 上帝已经照着所允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从大卫后裔里面立了一位救主 然后讲到耶稣 然后耶稣的钉石之下 复活 最后当中呢 也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 以及哈巴古书 先知的话 来印证耶稣 就是旧约上帝所设立的 所预备的那位弥赛亚和救主 那么我们就看见保罗 为什么要从旧约看起来 可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外邦的基督徒 没有太大的重点 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 表示基督的信仰 耶稣不是忽然之间产生的 忽然之间出现的一个新兴宗教 不 整个基督的信仰 耶稣是根植于在神者 在旧约里面 从伊甸园上帝就预员 就预备的那个救恩 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衣 要来伤这个蛇的头 从那个时候 上帝就为人预备的一个救主 然后神透过整个旧约 预备安排 在时候满足的时候 耶稣就降生在整个 有旧约背景的 这个拿撒勒 或是犹太这个背景的里面 耶稣降生在那边一元 完全耶稣正如这个西面 说我已经看见了 主上帝所赐的救赎 祂说我可以安息的 你知道整个旧约 限制他们几百年的预员 而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 施洗约翰第一个 为耶稣做的见证 就是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而施洗约翰自己说 我就是旧约 这个伊赛亚所预言的 为主预备的道路 在主面前 有人声喊着说 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个人 所以整个的保罗 用整个的旧约的历史 来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信仰 耶稣告诉我们 第一个到处犹太人说 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 为以色列人设立的 那个救主弥赛亚 第二个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的救赎 就是不但是犹太人 是整个上帝旧约 所为我们预言应验的 那一位的救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通过保罗 对犹太人的第一个 一个从旧约 引进耶稣的 耶稣就是弥赛亚 耶稣就是上帝 预备的那个救恩 整个先知预言的那一位 现在已经复活 从死里复活了 那如今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归信耶稣 这是整个保罗所说的 但是今天我要从 另外一点来跟大家分享 那很重要的 是非常 觉得非常宝贵的 就是有一个 在这里面讲到 一个拣选 拣选 第十七节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这里用了一个字 叫做拣选 上帝在万族当中拣选了 我们的祖宗 也就是以色列保罗说 我们的就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 然后二十二节中 这里看到了一个拣选 然后我们在二十二节再看到 祭备了扫罗 就选立大位 在这里又是一个拣选 又是一个拣选 神拣选犹太人 神拣选 神拣选一个种族 对个人来讲 神也拣选了大位 所以我们要再讲 弟兄姊妹 今天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个拣选的概念 那是犹太人 整个是神拣选的外界 说真的神为什么要拣选 以色列犹太人呢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神的拣选 我们知道犹太人 这个以色列的整个历史 这里讲到那么二十节说 此后给他们设立事实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末的时候 然后他们求一个王 然后二十二节就 然后当然神就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扫罗 然后二十二节就背了扫罗 然后选立大位 等等这些 其实保罗引用这段圣经 里面给我们看到 整个犹太人的历史 是一个很不好 犹太人的宾族 并不是一个好的种族 我们从出埃及就知道 他们是一个毫无感恩的心 常常抱怨悖逆 最后当然还有不幸 等等这些 连最后那一带都倒闭在旷野 那从出埃及 犹太人就显出了 他们那种卑劣的性格 或是那种悖逆 所以整个旧位圣经说他们是心里坚硬 这个刚硬 悖逆的百姓 上帝也对他们的说的 那么他们不但如此 他们杀先知 拜偶像 违背的上帝 给他们那么大的救恩 给他们那么多恩怨 也猜了那么多先知 可是他们继续的悖逆悖逆犯罪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主啊 并没有不好 不是真的是很不好 大部分的王 北国当然都是 一路来都是坏王 南国也没有什么好王 常常都是俄王 甚至这个马拉西 哇 非常坏到其处 等等这个约阿斯 不是不是 这许多的王啊 都是很不好 但是什么还拣选这个不好的主呢 从一个角度 我真正常想 如果上帝选亚述人也光彩一点 这个主大人多 然后选希腊人也优质一点 罗马人的品格 我觉得比犹太人好多了 可是上帝偏偏就选择这个最不好的 牧师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么大来跟大家讲什么 神说啊 神对有摩西说 我拣选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的大处 不是因为他们人多 也不是那么好 上帝说是我却拣选 我们在这里感谢主啊 上帝拣选软弱的人 上帝专门选人家不要的人 专门是拣破烂 然后化福球为神其身 这就是我们神的伟大 所以从这里 我牧师要讲的时候 专门没有谁 神不能用 神用最软弱的器皿 去完成了神伟大的计划 再讲一遍 神用最软弱的器皿 去完成了神最伟大的计划 我们看到 这一路来一生历烈 都是失败 这一群人都是最软弱的人 最糟糕的一群人 但是他们也没有完成了 上帝的救赎 神对人类的祝福计划 有 竟然神用了他们 神的计划完成 以色列人称了万主的祝福 我们的主就是降生在犹太人的 这是以色列地犹太人的 加利利的拿撒勒 就在那边 降生在伯利恒 就是长大在拿撒勒 耶稣整个一生三十三年半 都在犹太人的地区行走 神用最软弱的人 那些让人最看不起 受人藐视 但是福音却从哪里而出来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都是犹太这个最软弱的民族 这人所写的 所以丁公子妹让我们相信 主可以用我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 不是 是主拣选 主乐意用我这样软弱的人 而上帝的拣选会不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所以丁公子妹意思是说 我们一定会成为别人祝福 犹太人这么软弱 但是全世界最大的祝福 所以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丁公子妹 在我身上的旨意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们也一定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丁公子妹 神一定会信心你 你不会是别人的麻烦 别人的担子 你反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上帝就是要让你 又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宣告 我一定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要用我这样的人 而且神要用你 要抬举你 要成为尊贵 成为荣耀的器皿 因为耶稣 神早就讲过了 祂要从灰尘里 从笨堆里 抬举贫寒的人 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这就是我们上帝的伟大 丁公子妹感谢主 透过保罗这段 治理行间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拣选软弱的人 上帝用那些甚至不堪的人 来成就祂伟大的功夫 让我们更看见上帝的伟大 今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 上帝啊 祢的拣选在我身上 你的呼召永远不会后悔的 你的旨意 你的拣选 必然在我身上完成 就像你在犹太人身上完成 因为不在乎犹太人 而在乎你自己 你自己 当然 下面我另外还有一个点 就要跟大家讲 上帝 上帝使用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拣选 上帝的治理 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么 从以色列人 保罗说 从以色列人 在诸埃及开始 保罗一直讲的 在旷野神容忍他们四十年 神灭了迦南列国 把那地奔给他们 然后呢 神在他们 遭遇苦难困难的时候 神又兴起四十来拯救他们 这个整篇里面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帮扫罗赐给他们 然后后来扫罗不好 又背了扫罗 就兴起大卫 然后很重要的 这个保罗是有个神学思想想 要讲到大卫 为什么要讲到大卫呢 他说我寻得了 这个二十十二节说 我寻得了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然后从二十三节最重要的 保罗印出来的 他说从这人的后裔 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救世耶稣 所以最重要的 那么从这人 从一大卫里面 这个赐给了我们的一位救主 就是主耶稣 救主就是从这个最失败 最软弱的犹太民族出来 而保罗在这里讲到说 不是保罗不是在这里重点 不是犹太人失败 而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的完成 保罗说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那里说什么呢 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他说 耶路撒冷居民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 也不明白 每日所读的众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定了死罪 好像是很糟糕 当然是很糟糕 但是保罗说什么呢 虽然他们是做了最坏的事 然后等会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 哇 保罗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以色列人的败坏 当然是事实是糟糕 甚至把耶稣钉死 但是这件事情却应验了 却应验了 正应验 这正应验的先知的预言 是完成了先知的预言 救赎的救恩 所以我们看到 哇 上帝超越 上帝掌管 而且也是上帝的恩典 是人类不配 犹太人不配 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最不配 最糟糕的犹太人 然后完成 所以我们的神超越人的失败 弟兄姊妹感谢主 不管犹太人 我们算整个旧约历史 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完全的失败 上帝 但是神永远是成功的 撒旦以为 撒旦以为 犹太人败坏了 上帝计划就失败了 他以为人失败了 上帝也就没办法了 他错了 上帝超越人的失败 人的软弱 神的计划一定会完成的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 这个世界 甚至我们个人 甚至就是教会多软弱 上帝的计划都会完成 甚至连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些人把耶稣的受难 都是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神超越我们的失败 超越了我们的软弱 当然最后保罗提醒我们 是神超越了最后 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 所以在四十节 四十节里 所以你们勿要小心 勿要小心 是的 神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但之中最后 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 为我们什么选择呢 他说四十一节 你们这轻慢的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要灭亡 小心 免得你们会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了一件事 所以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你们总是不信 不信就会带来灭亡 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一切 整个六位历史 为神继续这样的超越我们的失败 神极大的恩典在那行的一切 最后甚至上帝 当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 如果你们总是不信 今天我来告诉你 保罗说我今天就是把这个救恩 把耶稣的救恩从整个救恩的历史 这么清楚沉迷在你的面前 没有人可以辩驳 可是如果你不信 你们就会灭亡 灭亡 所以而且在这里保罗 引用了这个哈巴谷的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整个福音的核心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这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 靠摩西的不得诚意 大家都知道我要进神的国 就要遵循摩西律法 我们在神面前才能诚意 我们遵循他说 但是没有人做得到 在你们做不到的诚意的诚实上 然后信靠耶稣这人 就都得诚意了 哈巴谷已经讲的 我们因信诚意 从旧约三级就透过先知 因为哈巴谷 终于成了一件事情 人做不到的 摩西的律法 没有人能够做到 所以他说我们是因信诚意 保罗再次的成名 这因信诚意 我们整个福音最重要的道理 不管是对犹太人 对外邦人 所有的我们整个信仰 就是因信诚意的信仰 好了最后呢 我要看的两个对比 保罗讲的不信 你就会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有两群人 有两群人啊 有两群人 就是这个 两群人 一群人这个 四十四节 下个安息 合成的人几乎都在聚集 要来听神的道 四十五节 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这么多 就满心嫉妒 然后应搏保罗的话 并且毁谤 并且毁谤 所以我们看 这里有一群人 福音保罗 这么样从旧约成名的 上帝的救恩 提醒他们 耶稣就是 上帝所预备救 应该听到 应该很高兴坏心 但是这里却什么 就满心嫉妒 应搏保罗 还有毁谤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群人 是应心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 救恩摆在那里 但是有些人的心是悖逆 悖逆的 但是 所以呢 保罗说什么 四十六节 所以四十六最后的 就是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怎么 不配得永生 断定 当一个人应心拒绝 你有没有办法 传福音给人 或是这些人 有人就是故意毁谤的 他不应搏 但是就是断定自己 不配得永生 但是有一种人 完全相反 四十八节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 同样的话 同样的道 有人是满心嫉妒 硬搏 毁谤 然后这些人就满心欢喜 然后是赞美神的道 赞美神的道 你看我们的心 同样一片人的耳朵 人里面听 就满心的欢喜 赞美神的道 然后说 预定得永生 预定 这些人 这样的人就会得预定 会得永生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 感谢我们 每次听讲道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相声的开启 您在这看到 完全不一样 同样一个信息 有人是拒绝 有人却欢喜 那时候 然后结果当然不一样 一个是不配得 一个是预定得着 让我们都成为 预定得着神救恩的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 我们感谢主 求主自己恩 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 主啊 谢谢你 透过保罗这么大的一篇 这么丰富的信息 让我们明白 主啊 原来救恩不是 忽然之间 产生了一个新型宗教 原来主啊 原来主啊 你的降生乃是根植在 整个旧约 上帝千百年 为以色列人 早就预言 先知多次多帮预言 上帝所为为预备人类 全人类预备的救恩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听到了 保罗这篇的信息 我们都是欢喜赞美神的道 我们都是零售 我们要得着永生 进入上帝救恩的 里面的这一群人 谢谢我们的主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再一次 我们谢谢你的救恩 谢谢你伟大 所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也再次把自己 交托给你 不管我们都软弱 上帝你曾拣选 最悖逆 最糟糕的犹太人 成就了你最伟大的工作 我们也把自己交托 我们愿意上帝 把自己给你 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拣选 都一定会成功 我们说 主啊 让我成为你的器皿 成为你手中 可以用的器皿 能够完成你的旨意 在我身上 你必定成就完成 在我身上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把自己交托 给你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